水踏妈妈 瞧瞧画 这个小男孩 那我们就要开始咯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 完全不由自己决定 我生下来就得姓人 既不姓李 也不姓陈 要是姓赵 那该有多棒啊 赵子龙是我的偶像 又帅又强壮 棒呆了 我生下来就是个男孩 看到漂亮裙子 都只好说拜拜了 而且只要将来 我不当演员 脸也不会被当作画板 我最担心人家问我 小朋友 你属什么啊 我生下来 实在抱歉 正好赶上是个猪年 猪年出生只好属猪 这也由不得我做主啊 如果早一年生 我就属狗 狗多好啊 它惹人爱 还有人抱抱 如果晚一年生 那我就是属老鼠 老鼠至少不会傻乎乎的 精明多了 猪 提到猪 大家自然都会想起猪八戒 猪八戒可不怎么样 它又懒又馋又傻又胖 哎 跟赵子龙差太多了啦 我偶尔睡一个懒觉 爸爸就说 哎呦 猪嘛 难怪啦 我多吃了妈妈那份蛋糕 妈妈就会说 哈哈 难怪猪嘛 他们也不动动脑筋 我生下来属猪 都是怪他们啊 不过 后来我去做了一次调查 就从我的这些玩伴开始 我发现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 想想实在觉得好玩 你知道吗 那属猴子的竟然出奇的胖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跟瘦瘦的猴子也差太远了 舒马 是一位娇贵的小姐 哎呦 她不但不跑 还挺扭捏的 属羊的 却是一位游泳健将 她入水以后啊 哇 游得真好 就像是真正的青蛙一样耶 属老虎的很胆小 属兔子的反而是个大胆王 哈哈 老虎见了兔子就怕 真是太有趣了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了 很好很好 那我这只猪也要与众不同 我呢 就要来做一只身体细长 用功读书 不脏不懒不贪吃的漂亮小猪 其实属猪属狗 并不重要 一个属猪的人 其实也可以是 不脏不懒不贪吃的哦 小朋友 你也是刚好属猪吗 只要先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比属牛属马 都还要来得重要哦 今天的故事回忆屋 要问的是 第一 故事中的男孩 最担心别人 问他什么问题呢 第二 为什么男孩 不喜欢自己属猪 第三 小朋友 你最想属什么动物呢 为什么呢 想要听水踏妈妈 说更多的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见 本故事由小鲁文化授权使用